千万不要让明星在综艺里打电话 柳言连线大鹏邀他一起旅行 哎大鹏 我看你都现在头发都掉了好多了 你要不要放松一下呀 觉得出去旅行一下也是可以的 你觉得嘞 真的是假的呀 你是跟我开玩笑的吗 真的 说走就走的旅行 四五天我觉得 就我们俩吧 要不然环球旅行太贵了 我出钱我出钱 别别别那多不好意思 你出钱啊 没事公司跟你报 我就说就跟女演员一起聊 聊剧本 这位有家事的男人就很轻易的答应了 去吧 咱们一起呗 就咱俩 这信息量有点大呀 布斯燕这段是我不付费就能听到的吗 喂老婆 你干嘛呢 我在吃柚子 我想你了 干嘛呢 当然问你想不想我 想啊 当然想啊 什么想哪儿啊 想哪儿啊 啊 陈世珊跟陈晓打电话时 进口无拙了 那你最近又变帅了吗 变帅了 还蛮帅的 变帅了 那不行不行 不能见你 我怕你见得那么帅 我见到你会喜欢上你 幸好赵丽永及时就成 珊珊 珊珊 我跟你说 珊珊 我是丽永 对 那个他跟我在一块呢 黄晓明与杨颖通话 内容暴露两人的夫妻关系 你怎么回来啊 今天晚上 九点多的飞机 喂 刘坎威给杨咪一大电话 这尴尬程度也是没谁了 喂 喂 什么呀 谁啊 喂 什么 哎 听到听到 坎威啊 要飞耶 怎样 在干嘛呢 你干嘛拍戏啊 难道像你人那么不忙 对对对 就你忙 别人都不忙 对对对 怎么要不要收回 老师 有一边